其实我有听到你在呼吁嘛 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公开的拜会 因为往年其实老实讲 这也没什么好不能公开的 那这一次为什么不能 那另外我今天看到民众党又出新考题 在讲说这个委员会里面 应该要改掉双招委 变成单招委就好啊 避免等一下蓝绿之间总是在恶斗 我不知道民众党还要继续打多少张牌 那要不要干脆规则全部都定为立于民众党好了 一直在出不断的考题 然后逼大家去跟啊 其实我并没有支持说要改成所谓的单招委 因为改成单招委那完全只是从民众党巴西的角度出发 如果大家可以思考 如果把这个改成单招委的话 那要投招委的时候又会再一次线 就是到这个就跟立法院长副院长一样嘛 那有两个招委 其实也有可能两个招委是同个政党的 也有可能不同政党 那本来在这个国会里面 就是要容纳不同的声音嘛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的国会比例席次那有一半一半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半是A做招委 一半是B做招委 那分别轮流排案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展现国会里面不同的声音 就像是虽然今天我们是 国民党是国会的多数 但是多数不够多的时候 当然其中一席的招委可能就会由民进党来担任 那这个时候大家互相排案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讲说这是蓝绿互相的什么分赃 不是因为蓝的招委跟绿的招委他想要排的案子 他可能甚至是有竞争关系的 所以他这个所谓双招委的制度 他比较像是监督制衡的力量 同时在招委当中可以看到 如果只有单招委的话 那选上的那个招委 他的权力就会非常非常大 甚至没有监督制衡的力量了 其他人只是普通委员而已 而且如果今天是民进党的话 他可以特别不要排哪个案子 就可以都不要排 对就会 你要想哦 先前疫情期间 在未还委员会里面 至少还有一席招委非民进党 所以所有的案子 当时都是在那个非民进党的招委的时候 大家赶快送 大家赶快排 然后呢大家就抢委员会 好一定人数要够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招委 然后未来 因为你不要只看这次不会 我们国会改革是要长期看的 如果你长期看某一天 好你就想国民党好不好 国民党拿到全部多数的时候 我单招委超爽 所有东西我说了算 所有东西我负责 小党没有机会 不同的声音也听不到 好所以这个不是否 国民党去从我们的角度思考 我刚刚已经想了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能够过半拿到多数嘛 但如果这样的话 另外一方的声音也都出不来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招委其实我觉得 还是要有两席会比较好 所以不能因为说 因为今天我只拿到八席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如果是单招委的话 我这八席又可以变八十席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看的 真正要看国会改革的话 要兼顾整体国会的稳定性 多元的声音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双招委的制度并没有违反 所谓国会改革的前提 所以我个人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并没有特别支持单招委 当然民众党可以去提这个诉求 可以去问问看游锡坤同不同意 可以去看看韩国语同不同意 都可以 因为今天你们是要选择 准备选择投票的人 你当然可以尽量的出考题 可是不是你所有出的考题 对方都要迎合你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除了民众党之外 所有全民的民意 今天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他要回应的国会改革 是回应给全民 不是回应给巴西立委 绝对不是这样 也不是回应给国民党的54席立委 是回应全民的诉求 对所以 我认同民众党可以不断提出 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我要不要这个 要不要那个 希望把巴西做大 那绝对是从民众党的角度来说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是小党 我也希望一个人的声音 等于10个人的声音嘛 但我觉得国会的院长 副院长的候选人 自己立场要踩稳 你觉得什么是对的 你就说 你觉得什么是不对的 也不要怕对方会因为你讲了 跟他不一样的 他就不喜欢你 或不支持你 你讲出理由就好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招伟的这个概念 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有他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立场啊 我觉得双招伟 他能够代表国会多数的精神 然后有不同的声音 甚至如果有一天有人赢者全拿的时候 还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仍然能够存在 在我们 市议会来讲 我们也有第一召集人跟第二召集人 你一定都会有一个负的 第二个 那让他在第一召集人 他可能有事情的时候会议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民众党他提出的所谓他们认为的国会改革的诉求 就等于全民认知的国会改革 我们从里面挑出 我们双方有共识的尽力的去推 如果有不一样想法的地方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讲清楚 那至于支持与否 我们尊重对方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是属于那一派 我认为 既然大家要对他 那就公开来讨论 因为我们是回应全民 可是 我也同意刚刚历史哥说的 克水逐变嘛 今天大家也都知道了 不是国民党 去拜会的时候 要求我们要闭门 我们才要去 不是 是民众党希望来的人要闭门 所以那我们当然是江启臣 韩国瑜都是尊重人家 你希望闭门 那我们就闭门 你希望公开 我们也可以公开 那但是呢 就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个黑箱老师你看 蓝绿黑箱 不是 实际上是 人家邀请我们 希望用什么样的形式 拜票的人 当然是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想补充 我想补充那个 但一遭尾事情 因为我有去看一下 像黄国昌他整个的讨论 大概三小时前才丢出来 但第一个我很担心 这是一个风向球 因为这个东西是蓝绿都不可能会吞下去的 就因为 立法院行之永远他有一个议事规则 如果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讲白了就是会最后可能就宣告 所以蓝绿来谈 然后没有通过我的这个考卷 为什么他是主考官 对对对对 因为考卷版的这种四题吧 对对对对 脱一题第五题 我也觉得很奇怪是 这个民众当初有称赞赵绍康 说赵绍康不仅四题还给你多送一题 所以阳光法案要照进地方的这个议会嘛 那为什么不去回应赵绍康这个所谓的阳光法案 照进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民众党未来 尤其是他的这个议员席次 在地方可能会比较少的状况之下 有这个阳光法案可以避免说 比如说蓝绿两党长指把持议会啊 然后把持这个议会的时候不够透明吗 这对于民众的未来发展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事嘛 可是我们必须讲啊 那种法案很有可能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对于他们在选县市长的时候非常的不利 因为你这个议会完全公开透明的结果是什么 那事实上你在选这个县市长 你必须要有地方组织嘛 那民众党这一次就是地方组织很弱 所以在没有地方组织的情况之下 尤其在这种地方大选的时候 他很难去推动这个 所以好像这个阳光法案他们就 基本上就放着也没有回应了 但他们说法是说 除了赵绍康讲之外呢 好像其他国民党的委员啊 也都没有人要回应这一题啊 所以他们就不讨论了嘛 OK 这个我们只能讲说非常聪明 也许就是也有人想 未来想要选这个地方县市长嘛 所以这个阳光也不能照得太透啊 这一个 第二个呢 讲到单一赵维啊 其实这就牵扯到我们宪政的一个基本逻辑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诟病宪政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 单一选区 然后只能选一席 那这个结果就变成说 他就是一个完全倾下于 这个两大党制的一个结构 而这个结构事实上对小党是很不利的 来广告结束了请你许可帮我们继续补充 所以那我刚才去接着我刚才讲这个单赵维的东西 因为你要先想黄国昌那篇文章里面呢他讲得很清楚嘛 他就是要改革国会 然后呢避免这个一党独大 然后呢避免呢弱化监督的力量 可是事实上一席赵维恰恰是弱化了监督的力量 这黄国昌的逻辑我觉得跟我逻辑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刚才提到说 因为我们的宪法结构导致所谓的两党 那在两党情况之下 他就当然对他们第三党是不利 就是所谓的分赃政治 可是要怎么样扩大呢 其实是很简单 这个就像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 当时公事要改革的时候呢 民进党提出减少公事公广集团的董事席次 为什么 因为减少席次在他具有主导前的情况之下 他是非常好处理的 他可以 控制几个人就把这整个集团的控制了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怎么可以减少董事 其实赵维逻辑是一样的 一个赵维反而更好控制局面 那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小党想要参加到这整个国会讨论 因为八席我们知道有八个委员会嘛 所以就是一席去一个委员会嘛 他们现在已经在分了嘛 那最好的结果是三招伟 就双招伟不够我们多一个招伟 或者是说呢 党团呢来保留 就你一旦有党团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保留招伟 那你们也是有机会啊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来修法嘛很简单嘛 或者是 这个大家来协调嘛 就有八 你有一个党团嘛 那我让你小党有一个招伟 而这个招伟是额外的 比如说 所有招伟都选完了 那你可以抽签 八个委员会你抽签 抽哪一个 你那一席的招伟就在那边 而且我们知道招伟是一个会期一个会期 要重选的 所以你的招伟会换位置嘛 所以你还可以换位置 这不是还可以增加真正的 增加你所谓的 这个影响力 还有所谓你的小党发挥功能吗 因为如果只有一席招伟 刚才小兴讲的很清楚了嘛 你一个招伟 如果你handle全局的话 那完蛋了啊 那民进党就 可能就控制一个委员会 那如果假设那个委员会又是什么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里面最欧级最多 然后最不透明的委员会 然后又是民进党当造 那死定了嘛 那就BBQ了 我们就永远只看到黄树光说东是东 说西是西 那个潜见国造案就真的就沉下去 就上不来了嘛 这第二个 那最后一个就讲到 既然要增加监督的能量 应该是要让国会的 所谓 这个权力要更大 所以现在重点绝对不是什么改革招委制度 反而是增加听政权 听政权听政权 好不好 藐视国会罪这些的 也就是国会调查你 什么叫听政权 你来你讲谎话抓去关 对国会看不起抓去关 是不是这些关系就吓死了 还可以出现什么 你在那里叫什么 对不对 马上现场新政院长抓去关 就这个样子才可以 真正的保护到国会嘛 这个才是让民众党 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嘛 而不是说你现在改成单一罩尾 那我可以合理怀疑 你如果只有单一罩尾 也就说只有八个罩尾 那如果只有八个罩尾 你意思是不是叫蓝绿拿一个罩尾给你换 然后你把持一个委员会 然后我用那个委员会来跟你换 换其他条件 那我是比较小人 但是我讲话很直白 我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 那这个叫做 放大监督力量 还是放大 政治交易的筹码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税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字幕志愿者 杨树 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